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帝皇叔》这部作品呢 其实这是一部古言小说作品 但是在前不久的时候 网上就有消息曝光即将要吟诗话 比利热巴被传与龚俊合作新剧 在看到这部作品即将吟诗话的时候 关于演员选角的问题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而关于主演的阵容更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相信已经有很多小伙伴 都已经是听说过《帝皇叔》的网传主演阵容了吧 早前网上有消息传出 这部作品将会由比利热巴和龚俊合作主演 不过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有不少粉丝都十分的抗拒 甚至是有不少粉丝都不希望比利热巴出演这部作品 甚至因此还闹了起来 对于这部作品 也有很多网友都并不是那么的看好 但是由于这部作品还没有任何官宣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对于这些网传消息不太可信 毕竟没有到官方正式官宣的那一刻 大家也都是保持理智的状态 不过最近帝皇叔再次传出了新消息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让很多网友都不淡定了 比利热巴将出演帝皇叔女主角 从网上最新曝光的消息看到 这次不光是传出迪利热巴担任女主角 就连男二和女二号也都传出了新的消息 通过传言看到 这次出演男二和女二号的分别是灵异和张天爱 不管男二女二号是谁不重要 光是看到迪利热巴被传出出演帝皇叔的女主角 迪利热巴的粉丝就已经是有些接受不了了 之前迪利热巴的粉丝还极力抵抗迪利热巴出演这部作品 但是看到目前的最新网传消息 依旧是由迪利热巴担任女主角 想必若是在这部作品官宣的时候 迪利热巴真的担任了女主角 很多粉丝都要崩溃了吧 不过既然是网传消息 自然也是有虚假的成分存在的 不管怎么说 大家还是不要相信传言为好 到底是不是迪利热巴出演女主角 一切要等官宣才知道 也没有必要去带节奏 网传迪利热巴与龚俊合作帝皇叔 其实若是迪利热巴和龚俊合作主演帝皇叔的话 这个组合让人觉得还是很新鲜的 要知道现在的龚俊人气热度也都非常高 本身迪利热巴也是娱乐圈中的女顶流 两人强强合作 相信也会吸引不少观众的关注 若是再加上灵异和张天爱的话 那这个主演阵容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虽然两位男女主角在娱乐圈中 人气热度并不是很高 但是在演技上却也是令人放心的 就是不知道这一次的网传消息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其实对于迪利热巴和龚俊 是否接演这部作品 粉丝们也都无法左右 对于偶像的事业 粉丝还是不要过于干涉为好 虽然粉丝也都是为了偶像好 但是偶像的事业发展 自然也是由自己来决定 若是偶像执意要接下某部作品的话 粉丝默默支持就好了 帝皇叔制片人关注了龚俊 与迪利热巴各自的CP超话题 还有网友发现 帝皇叔的制片人 竟然还关注了浪浪定与歌笋的CP超话题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不淡定了 难道迪利热巴真的要跟龚俊合作了吗 如果不是两人即将要合作 那制片人又怎么会关注 两人各自的CP超话题呢 这也太令人肥琐思了吧 这个举动还真是让人迷惑啊 不过这也并不代表什么 或许这制片人也都是一位爱可CP的人呢 最终是否由迪利热巴与龚俊合作主演帝皇叔 大家还是期待官方官宣吧 如果是真的 大家也没有必要这么抗拒 若是假的 大家也就散了吧 不用过于纠结 好了 本篇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对此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